哦,那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谈论昆虫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最新发现 昆虫学家是研究昆虫生物学的专家 他们通过观察和实验来了解昆虫的行为、生态和进化 他们的研究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解决农业害虫问题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你对昆虫学家的研究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吧 Maiopoulin一说,交易人成批的套现 习近平对部队做自2015年以来最大的整顿 GPM对是否淘汰石油夜莺报现实主义的态度 应伟达下跌10% 纽约律师川普的保释金应当无效 甜点说,人民币还好对其他货币都有升值 还有美元回流超6万亿,利率这么高,利息怎么付 六斗志川说,https,www.youtube.comwatch,v等于n4j1927mrk 叶青说,你说的是外资,我说的是国内资金 不包括外资与外流资金,那是另一个话题 麻婆豆腐说,放心上帝不会同意的 何老师说,不要和版主抬杠,很危险 麻婆豆腐说,打一打他嚣张的气眼,Roflow 赚到心前的爆发虎,一般都有这种熟悉的气息 老子天下第一,舍我其谁 月满则亏,谁满则矣 还是谦虚谨慎,借交借造比较好 甜点,说,你如何看美联储纽约分局刚出的这篇报道 跟以前介绍的一本书大概一致,认可制裁吗? 麻婆豆腐说,美国潜旅计穷北,制裁纵有千般坏,他也不得不做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何老师说,我都不敢说话了,版主拉黑了很多人 麻婆豆腐说,说啥了?你怎么看重庆燃气费用暴涨及后续处理问题? 赞赞赞 麻婆豆腐说,Alice是慈善机构联合劝募协会创造的一个书语 指那些资产有限,收入受限的就业者 一个四口家庭的收入仅微弱超过联邦贫困线31200美元 或个人15060美元都可以归为爱丽丝 这是一批收入完全不够支付账单的人 大约29%的美国家庭属于爱丽丝 另外13%的家庭低于联邦贫困线 如今,低于贫困线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了 爱丽丝人数却越来越多 过去十年,爱丽丝的比例一直在上升 某些州出现了大幅跃升 爱丽丝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如果低于贫困线,至少能从联邦和州两级政府拿到这种那种的补贴 爱丽丝们却没有申请资格 他们是受到通胀打击最重的 不是说这些人不努力 他们也在工作 只是报酬不足以覆盖支出 Syl Doter的说 HTTPS, Studio, YouTube.com, Video, Z, Sophie, O, T, 下画线, BTLG, Edit 甜点,说 我关注面很窄的,没了解 何老师说 天天谈言论自由的 他就越没有言论自由 天天说民主的 他就是独裁 这就是人性 麻婆豆腐 说 你说谁呢 这 我在想 国内公用事业的水 电 汽价格那么低 最后 谁真正承担了这些成本 上游资源高度垄断 中游官网也是高度垄断 终端价格政府定价 最后终端企业买单 终端企业 大部分也都是地方国资 地方国资钱哪里来 财政补贴 财政要是没钱了 是不是就是出这种现象了 不能明目张胆大涨 就这么干耗着 都成了僵尸 谁说老爷的话 标下话献衬说 全部是预付费 垄断加号预付费 你说有利吗 甜点 说 不解 说哪个环节 国内的水费太低了 好像提高不少 政府补贴是肯定的 我们内的水厂 还是腐败温床 有十几个副厂长 好像以前 标下话献衬说 智能店 气表 全部是预付费 先买字 甜点 说 是吗 没留意 我们那以前用后结账的 开卡自动扣吧 标下话献衬说 都要改的 所以 其价格不能太高 资本聚集 会有效益 事实判断 无光光伪证 甜点 说 是说后面要改预付 智能表不是已经换了不少 六抖着这说 HTTPS 3w.youtube.com watch V等于SYTVL7KO 阿嘉维龙说 重庆燃气董事长不是本地人 车德辰先生 历任苏州新区燃气发展管理公司管线索技术员副所长 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书配管理部经理 公司总经理助理 富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 华润南京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Simon说最敏感的投资者已经感觉到了隐隐作响的芯片围堵泡泡碎裂声 阿嘉维龙说 华润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华润燃气主要由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集团之一的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拥有 在讨讨时 杨林提议改为华润 并说 华代表中华 润是毛主席的字 还代表语录滋润 资源丰富 1948年初 也用了十年的联合型联合进出口公司正式更名为华润公司 Guten Talk 0000说 信息支援部队独立出来 应该是对标未来AI战队做出的调整 习是注重未来科技的人 甜点 说 鱼尾虽还能肯肯 味道也好 但刺耳太多 Zimon 说 货币有两个维度 在时间上的较利率 在空间上的较汇率 两个国家间的利率水平比较 上述两个维度都要考虑 涉及太多因素 不能简单地看名义上货 及实际的利差 中国的储蓄率偏高 更多的是过去经济成长方式导致的结构性失衡 也是当下所未进入改革深水区所 必须解决的一块暗交 阿加为龙 说 现在重庆市委书记是谁 储蓄率高 居然是暗交 Grimer Singh Rolf Zimon 说 印太部分的20亿Military Financing 应该就是给台湾的军售融资了 偏高 在潜水区无碍 甚至还有好处 但到了深水区必须处理 不然走不远 阿加为龙 说 潜水和深水代表什么意思 不太懂 Sweat下化线Smile Zimon 说 潜水 头 滋 下去就会起波澜 过去的发展模式是以地方政府牵头带动土地 信贷 人力等各种资源 大规模投向制造业 为此而抑制民生支出 进而导致储蓄率偏高 深水 在市场环境下 人 地 钱 技术等要素充分自由流动 政府退居二线 负责营造各要素能持续有效的生态 甜点 说 子民是业余还是专业人士 也许有些业余胜过专业了 也许有无人机辅助在 阿加为龙 说 按照您一贯的观点 无法想象 政府退居二线会发生什么状况 政府退居二线是深水 我反而更糊涂了 您越解释 我越糊涂了 对于一般人而言 其实就一个问题 是否现今为王 Zimon 说 我一贯的观点是啥 专业的业余 金山 说 民姐 是不是到了超家伙的时候了 咧嘴笑脸 Zimon 说 点点号无人机确实大幅提升了自己的事业 不是 我觉得下跌应该才刚开始 金山 说 咧嘴笑脸 甜点 说 都提示要搭无人机了 Fox 说 千万 别 甜点 说 至少没啥好未来 程大厨 说 山哥把刚拔出的四十米大刀又收起来了 金山 说 咧嘴笑脸狐狸也看到了 Zimon 说 这磨长的大刀即便隔了一个太平洋也够逮着港股了 Fox 说 不甚看到 就特斯拉的产业链危机还很多 但你要说明天马斯克发推特 在皮卡上放出人脑系统 跑个短线可能还可以 金山 说 三瓜两枣的 很高兴能在六度看到大家的判断力 马斯克有点和马云一样 爱和政治搅和 阿加为龙 说 中国 华裔商人粉丝最开始追随马云 马云失事后转投川普 川普落选后转投马斯克 以上纯粹我个人瞎想出来的 程大厨 说 马云说了只和政府恋爱不结婚 金山 说 司聪爸说的吧 差点忘了一个八卦也不知真假 不过我觉得有点靠谱 我看过一个自媒体 说 王司聪的亲舅舅娶了一个瑞典的女人 然后派了一个杀手把他的前妻杀了 程大厨 说 不是马爸爸说的吗 标下话献衬说 爬山归来 既然擂台已开 怎能怯战 先打一套北派戳脚帆子的骑手势 HTTPS 6D World T Topic 9596490 优等于标下话献衬 有请来自香港的男派女杰Zimon 网速太慢耽误了回复 数据在米尔斯海默的书里 我不列举了 先睡午觉 三言良语打罚了我 我就不回复了 笑容可惧 程大厨 说 趁老比尔睡觉 暗暗戳一下 金山 说 何老板今天对川败大选做出了基本判断 估计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判断 我也是服了 台湾和拜登都输海牙 甜点 说 今天梁家河讲得很透彻 时长足够 多听几遍 金山 说 海牙绝名 天选之子 讲啥 我唯一的就是梁家河看得少 甜点 说 一句透听吧 金山 说 好吧 这也卖关子 咧嘴笑脸 程大厨 说 川外还没选 怎么知道会输给海博 甜点 说 都讲过 比较完整而已 金山 说 我赌拜登不会参选 没想到老川选上了 拜登也见识灯鼻子上眼了 程大厨 说 之前不是说 但凡谁退出对方必输 若两人都选 就是川普输吗 金山 说 感觉 感觉 何老板这次要翻船 程大厨 说 中共大概希望川普上吧 是不是以后花钱就能搞定它了 福克斯说 主线不变 多讨方案 讲究四个自信 2024年4月16日 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 CC主席加拉格尔等议员 共同提出一项议案 要求对向俄罗斯提供重大支持的中国军事企业 某些中国汽车公司和中国军事企业实施制裁 该法案英文简称 No Limits Act 无底线法案 法案要求被美国政府认证的中国军工 企业必须在180天内撤出俄罗斯市场 否则将面临全面和封锁性的制裁 一是制裁支持俄罗斯的中国主体 包括对俄罗斯出口汽车的企业 奇瑞国际 哈福 长城汽车 长安国际 奇瑞汽车 以及上述企业的子公司 关联公司或继任实体 二是制裁从事海外武器销售的中国实体 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广和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和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是修改出口管制改革法 以针对中国等其他中转国转运问题 相关技术主要包括半导体 传感器和激光器 航空和推进技术 材料加工或由国防部长 再与商务部长 国务卿和能源部长的协商下定义的其他技术 程大厨说 台湾值什么价 有机会可以谈一把了 金山说 这不可能 中国还是希望平稳的中美关系 甜点说 这样制裁下去都真正断钩了 金山说 何老板在严淮先生的访谈中 对蒋介石的评论很到位 老江建言先生使蒋六四十兆时 老邓还活着吗 叶青说 蒋在从政前是上海小有名气的股票交易员 职业的投机分子 金山说 啊 蒋还是早期的证券从业人士 叶老确定出处无措 程大厨说 后来炒股破产了 金山说 咧嘴笑脸 叶青说 从政前 蒋从事证券股票业务 行为类似于今天的座庄 成立了名叫茂新的公司 通过炒作一年内 蒋使收益翻了四倍 第二年又比前一年又将近翻翻 雪球越滚越大 第三年泡沫破灭 蒋炒股从赢二十万到亏六十万 债主们纷纷追上门来 甚至上海租界的巡抚也在抓捕蒋 之后 以蒋至青的名义 败入上海滩青帮大老黄金戎门下 金山说 门青 程大厨说 炒股前就在孙大炮手下混了吧 叶青 说 混过 但看孙大炮前途暗淡 就跑去上海炒股了 程大厨 说 破产后就去中山舰上 陪孙和陈炯明对峙 变成心腹了 拽 金山 说 孙大炮在西雅图唐人街雕像上的名文 那天我还大声地去读了一遍 喜极而泣 估计当年也是一灯台子 口若悬河底下迷地一片 热血沸腾 程大厨 说 在澳门借钱行医破产了 就投入革命了呀 田点 说 前辈前辈 这事业还是有潜力的 叶青 说 讲后来的经历也很像 都是开高走低 先赚后赔 最后投入 大老美国门下 喜极而泣 程大厨 说 那得先破产 才能发达 福克说 这哥们4月19号下岗 下岗前说几句狠得可以理解 这哥们和卢比奥 争当美国屈原 叶青 说 我刚才说股票的事情时 就想按你来着 劝你从政大喜过望 田点 说 后来登顶是以前证券基础做奠基的 福克说 看好他 Guten Talk 0000说 三天一小制 五天一大制 还有一天休息 这边风景多好 草笑容可拘 福克说 批评你这种片面局部公务员是观点 美国国会议员休假 还是很准时的 一年有N多假 为国家大事加班 卷 可能性不大 这是要下雨了吗 Guten Talk 0000说 空气质量不好 今天 有雾霾 一夜下话先亏 说 因为没有超过市场预期 社会要发展 必定要牺牲部分人的利益 一个西洋产业 就如毒瘤般 需要被根除 曾经中国的那场国企倒闭潮 恰恰是美国需要的 作为普通人 需要更多同理心 但作为执政者 作为看懂未来经济的人 必须要有一颗冰冷的心 逻辑英国不是这样子的 中国人钱存在银行 是因为中国找不到合适的投资的方向 现在全中国找一下 有没有超过3.5%负利的东西 股市 楼市 期货 黄金 比较好的负利 就是借贷 但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 借贷很容易收不回来 现在能找到的比较好的投资 只有一个黄金而已 但黄金不可能有一只3.5%的负利 所以人们只能将多余的钱存在银行 花不到 也用不到 做生意 原先需要一千万的资金 现在也缩小到几百万 多余的钱 只能放银行 中国的现状是 有钱人钱多 但是不知道怎么花 或者说怎么投资 没钱人钱少 钱也难赚 更省着花 于是面临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 消费降级 或者用更好听到词语 理性消费 一个国家从过度消费 提前消费 进入理性消费 就说明 这个国家的经济 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 最好的国民 应该是美国人 提前消费 过度消费 恰恰是现代经济发展 最需要的 福克说 你信用卡套卡吗 一页下话先亏 说 问我吗 狐狸 我不用信用卡 福克说 2024年度最佳照片 巴勒斯坦妇女 拥抱侄女的尸体 摄影师 莫罕默德 萨利姆 Mohammet Salem 拍摄地点 加沙 福克说 无限的游戏 可以用各种方式 福克说 你的说法和法布尔很像 感觉是说 我赢了 萨利姆说 我回你了 不过你搞错了 我既不来自香港 更不是女结 福克说 我老了 说成法布尔了 拽姐38说 那个布尔法怎么不见了 我还想问问 他川普股票上 输了多少钱呢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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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克说 他被除号了 一夜下话献亏 说 要找昆虫学家干嘛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ierz